雞皮在煎台上鋪開來 裡頭包著香蕉 直直作響 這量飽滿超多 一個香蕉煎餅加飯 要加阿華一點點 泰式香蕉煎餅 李老闆用了泰國麵粉做餅皮 要煎出 加香味 煎餅完成 淋上煉乳 這一盒香蕉煎餅 讓客人邊吃邊驚嘆 台北來的客人說 之前吃的煎餅薄薄的 他的煎餅特別厚實 因為我以為他丟一根 就結實了 他講完話之後 他會再嚇一句 總共切了三根這樣子 因為他口味又可以放很多種 台北的香蕉煎餅都賣滿貴 而且台北香蕉煎餅 通常都不會有鹹的 甜的煎餅之外 還有鹹的口味 餅皮裡包著打拋豬 看得讓人垂涎 喜歡吃咖哩口味的也有 咖哩還加氣質就對了 它特別加 可是都煮塊錢的米 彰化元鈴 這一家泰式煎餅 葬出的是泰國籍的台灣媳婦 他說在台灣吃的煎餅 跟家鄉不一樣 決定從泰國進口原料 自己動手做 我覺得之前我去四伯的地方 它是太少了 飽飽我都不會做 然後我就想我的夢想說 如果我當老闆娘 我要做很多很多 給客人學得到的 吃煎餅還要飲料 泰式奶茶也是女老闆的家鄉味 都是泰國的紅茶嗎 泰式煎餅搭配泰式奶茶 民眾開玩笑說 為出國下午茶 對 有那個泰國香味 所以跟台灣奶茶比較不太一樣 以前有去泰國喝過嗎 有有有 那好像泰國的顏色 好像又更鮮艷一些 附近還有一家台味小吃 吃的是剉冰 加上燒麻糬 冰冰的又熱熱的 那一般麻糬是做的 你怎麼比較多 你怎麼做燙的 因為它比較有特色 可能沒感覺 鍋子裡是熱呼呼的燒麻糬 熱熱的吃 沾著花生粉或芝麻粉 搭配一碗八寶冰 在台這邊就是要這樣吃啊 它燙不動 它燙就對了 店家說就是要跟別人不一樣 他們的麻糬熱熱的吃 口感不同 老顧客都知道 這碗冰要配著燒麻糬 吃個不一樣的下午茶